欲所未见 奥迪巴家族 本节目由一期大众奥迪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健康睡眠开创者穆斯特约赞助播出 天人合一的一个生命题 影视文化是我们展现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的一种方式 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美食大国 老百姓谁都理不开吃这件事 所以特地请来了像美食的专家陈丽老师 陈丽老师本身是舌尖上中国的总顾问 不是一个美食家 又是一个心理学家 然后像新荣基的老板永哥 在一年之内摘了11颗信 曹地飞是我的朋友 也是个美食家 这一集刚好就是以吃会游 给大家做一个紫线烧土豆 您觉得点菜有没有什么学问 有的 我负责点菜 我要知道来餐局的人各有什么私好 请吃饭肯定需要让大家吃得开心 吃得满意 然后尽情地能够进行沟通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来吃的是什么人 第二个呢 你要了解这个餐厅的特色 这个特色也是你展现一种 待人之道的一个真诚 第三个呢 就是对季节的把控 中国古代史与常立 就是指到这个季节必然出现的食物 也表示一种守信守义 我们把开一张菜单叫开一张好方 就是开药方一样 一个病人过来感冒 你不是把药库里面的所有药都给他吃了 那就完蛋了 你只要给他一起感冒药就可以了 开菜单也一样 像开药方一样搭配 这是最好的 我觉得其实点菜就跟出门你穿衣搭配 每一件单独地拿出来你都觉得很好 但有时候组合在一起 你觉得死堂哪看有那么一点别扭对吧 你要达成一个共情 要使这种情绪能够高涨起来 用香的不要用鲜的 什么是香 香是那种让你在口腔当中 有爆炸性的味蕾体验 爆炸性的味蕾体验 比如说五花肉的那个油脂 咬下去以后给你带来的感受 那是爆炸性 鲜了很简单 那就吃大炸性 你慢慢一点一点吃 但是这个 如果不能构成大块朵鱼 你鲜的感觉一定是逐渐下降的 情绪归来源 大吃大喝是在场面上 大块朵鱼是在口腔中 这道菜呢 是做桃花橙子 野开花 这个橙子呢 在东南野海地区 长在海毒当中 每年的桃花开的季节 它最特别 你看它外面 雾满了那些海毒的泥酱 那里面很干净 因为它行走 是靠底下的土 上面两根管子呢 其实它是用来过滤海水 湿海水中的微生物 先烫一烫 把橙子拨出来 跟一个烂水干杯 一起来做 这个橙子很厚啊 看着很肥美啊 是 非常好 好的橙子 嗯 入了热水以后 它的绿水管就会生出了 它的苦足也会生出了 这个是桃花橙子的标志 开大一点 蒙火 蒙火 加持它 就保持它最好的鲜味 淋波附近的海图上面 两个桃花的小海鲜 绝宝 一个是桃花橙子 还有桃花泥鲜 这两个东西呢 在经过一年的生长 储存能量以后 到这个季节 都是最肥美的 而且在整个食物链当中 它应该是 我们优质蛋白的最佳来源 在这个生活里面 饮食对我们的意义 意味着什么 这饮食呢 对于 勇哥来讲 这是他为之而努力的一个事业 对于我来讲 这是生活 对吧 大家得吃啊 在陈老师看来 我觉得这意味着生命 整个的一个天人合一 的一个生命体 明食为天 这个食不是只吃 是指食物 任何朝代都首先要保证 能够不饿死人 人始终脱离不了 生物学意义上的人 因此维系自己生命 并且弘扬自己 繁衍自己生命的欲望 是最高的 我记得 额眉山 报国室友部对联写的最好 上联是 一粒米中看世界 下联是半边锅中煮乾坤 坤任的最高境界 是为我们的生命更多的 更全面的获取生的能量 支持我们生下去 并且呢 为我们生命的安全 界定一个底线 我们要对我们的食物 有一种敬畏感 同时也是对我们身体 的一种敬畏 因为它给予了 我们身体营养 然后让我们能够 更健康地生长 所以你要敬畏那些食物 你相信那些食物是神圣的 这样子的话呢 你才会更好的 供给到自己的身体 您觉得从物质匮乏 到现在物质丰富 这中间我们的饮食习惯 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对我们的身体 产生了哪些影响吗 社会上发展 然后呢 经济越来越好 大家肯定是口味越来越凋 又要追求健康 又要追求美味 所谓平起的时候 人吃饱就好 现在大家又要吃得好 又要吃得健康 最大影响是贪婪 我误以为自己可以 只要拿得到的 只要自己能力获取的 我都拿来吃 但给自己的身体 带来的最大的负担就是 可能胃蕾满足了 但是胃肠道负担不行 实际上是 我们未能很好地管理自己 贪婪的一个后果 美食也是一种审美 有一个词叫饱和性一致 你都是好的东西 也应该有节奏的上 您相信食补这件事吗 食药从源 不补 我们不是病人 我们也不需要疗愈 人最容易被人看作是一个 审美对象的 是旺盛的 和倔强的生命力 所以食物在这其中 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我们应该适当地 让自己的胃肠道 掌握好 进食的节奏和规律 有进有出 不是看菜下饭 而是看自己的付出 来如何补充 中国人有饮食文化这一说 就是餐桌文化 把大家聚在了一起 那您怎么看 中国人的饮食文化 我们理解文化 就是指我们日常生活 被提炼的精华 饮食文化其实是我们 在生活过程当中 展现我们对幸福 对世界的理解的一种方式 是我们主观意愿 投射到我们生活中去的 一个反应 从您的角度来说 中国的饮食文化 最重要的精髓是什么 天能合一 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是和谐的 比方说不时不时 还有金山古道 这样一类最美的一种审视 变成你可以四季的不同 区域的不同 尤其你可以发现 中国的美食代 都存在在游牧民族 以农耕民族 农耕民族 以渔猎民族之间 你像台州在 台州就是一个渔货很多 但是它兼有农耕的一个社会基础 甘肃也一样 它一边是农牧 一边就是农耕 这种交界的地方 就会产生很多美食 那为什么呢 食材的丰富 刺激的变化的明显 还有烹饪的简单 越是复杂的烹饪 越不容易让你吃出自然的空气 所以味蕾其实也跟我们的视力 听力一样 是感受自然的 美食和艺术和生活是相通的 就是一个喜欢做饭的人 他一定是爱生活的人 然后一个会做饭的 甚至能把饭做得很美的人 他一定是懂艺术 你觉得新荣记的经营理念是什么 永远特色 永远创新 16个字 还有有需经营有需发展 我觉得新荣记有一件壮举很了不起 就是他在一年之内摘了11颗信 这在米其林的历史当中没有 我觉得这是中国美食界的骄傲 怎么样在创新与传承当中 能把中国菜推向世界 不管开到哪里 你要迎合当地的一个口味和审美观 比如说我们也想在日本开店 但你开到日本之后 你可能要随着这个市场做一些改变 这些就逼得你自己去做一些创新 虽然中餐做得好了真的多 像大董好酒老菜他们都做得很好 一个餐饮就是你本身有八代菜系 再加上小众的菜系 它可以百花极放 你不能说一家把所有的都打败 那不可能 每家小店一个面馆都有生存的价值 一个烤肉店一个帅肉店都有生存的价值 没有说什么最好的 还有就是因为中国这个地域我觉得太大 所以它的各地的风物不同 然后复杂性 当然也会比较明显 谈论中国美食的时候 不应该有日本的坐标或者欧美的坐标 你也绝不可能把中国美食浓缩在一桌菜 更不可能浓缩到一道菜 美其实就像我们的生态文明一样 多种多样 有桥木有灌木 有小草 有仙胎 都是旺盛的生命力 你到一个生态环境中去旅游 每一样都能感动 所以这是善解风情的一种生活方式 就像超老师一样 善解风情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觉得我只悟到一半 就是风的那一部分 情还没悟到 是 这个打卤面就是越煮 这个香味出来就越好吃 还有一个 你希望别人觉得你这个菜好吃 晚一点开餐 这样的话他肚子饿了 你做的什么样他都觉得好吃 您觉得今天中餐在餐饮界 就全球餐饮界的地位是怎样 我觉得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 因为我们任何感官审美都会疲劳 眼睛啊耳朵啊味蕾啊 所以当你就某个美的刺激 过度以后 他就要换 而且尤其中国餐饮 他对食材的使用 对烹调的记忆 还有他进餐手那种人情味 尤其人情味 是其他的餐饮不可比例的 现在大多数啊 年轻女孩也好 男性也好 都特别注重身材 很多人晚上不吃吧 他会饿 但是他吃了呢 他又有负罪感 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又能好吃又能健康 还能帮助保持体型 遗传呢本身在肥胖这问题上面 找不到痕迹的 但是内分泌呢 是能够找到痕迹的 你的意念 气量 假如你受了一点苦 受了一点委屈 你马上有反应 那分泌不协调了 那不是胖就是瘦了 所以吃对身材的影响 完全在自己的意念调控 而不是在自己的口腔调控